上个周末台北世贸议馆 有举办第一届的高龄健康博览会 其中包含了一场 首龄风范人物颁奖典礼 现场有50到103岁的首龄朋友 分享自己健康 智慧 快乐生活的秘诀 来角逐人气王 标准的深蹲和胡林摆荡 完全靠不出 孝淑青已经65岁了 激励运动让他越动越健康 我体能变好了 我的激励各方面 头脑激励都比之前还更进步 台上帅气挥拍 林燕叶现在103岁了 目前他还是世界纪录 最高龄的羽球运动员 秘球很简单 我心态保持非常清楚 我有个健康才能够产受 为了降低运动伤害 陈东莲特别帮首龄者 设计了一套椅子瑜伽 对我来讲是身体会有帮助的 所以我就持之以恒 每天几乎是每天都会去接触他 在台上展现独一无二的魅力与自信 对他们而言年龄只是数字 越动越年轻就是保持健康的最大秘诀 戴新闻黄晓晴李明花台北报导